因為我 我就看到那個小朋友 妹妹是這樣子 直接就 啪 好大聲 我的心好痛 結果拿起來看 欸 沒事 耐摔 太好了 所以 可是我看過有iPad就不是喔 iPad是粉碎性的 從那個邊緣這樣散開的 後來打電話去原廠問 好像差不多就是一萬塊吧 後來到工貨商修三千多塊 但是觸控好像比較差一點點 所以買的時候要看一下 我覺得還蠻好的 而且完全一點傷都沒有 這一台有摔過欸 沒有破啦 所以買之前可以請店員說 可不可以先試摔看看 OK好 那這題外的話 就是說你們可以把這個放到你的手機 或平板上面也可以看到畫面 這樣會比較方便一些些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如何把這個資料 放到資料庫裡面 假如說我們今天 這個資料我不希望 因為可能有資料量很大 或者是說 我們還有很多人處理 一起共同處理 所以我希望把這些資料 放到SS資料庫裡面的話 那該怎麼做 第一步的話我想各位就是先怎麼樣 先開啟那個SS資料庫 一樣的方式 那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不要就是講的太複雜 第一步就是說 我們先用賄賂的方法 那這個資料庫的話 請各位先放在 一樣的 一樣的目錄底下 那我是放在我的 我的Excel 我這個目錄底下 很長一串 OK我是放在這裡 你們放在那個範例檔裡面 你們就放在範例檔裡面 OK我先放桌面上 就是跟那個你們的範例檔放一樣 然後呢這個這個名稱叫做問題4 好這個名稱叫問題4 好這個名稱叫問題4 OK好 再來都按一個建立 先選目錄 選路徑再選建立 建立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用快速的方法 就是外部資料裡面有個Excel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什麼呢 外部資料 把Excel的檔案匯入進來 那我們的檔案的話 基本上在我們的那個根目錄底 就是在我們的 也許你們是放在桌面上 那我是放在這個路徑 我是放在這個路徑底下 有一個問題4 按開啟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會有1、2、3月 那請各位把1、2、3月匯到Excel裡面 那他好像沒有辦法多選 他只能夠個別一個一個 1月1月的匯入 所以呢我們按下一步 那第一列是藍名確定 然後這邊都直接按下一步好了 那不要主所以 不要主所以 按下一步 1月完成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呢 要做3次 也就是說賄賂的時候呢 請各位把這個 一樣的方法 賄賂1、2、3月 1、2、3月 那一樣不要主所以 OK 那賄賂之後的話呢 這個是 應該是會2月才對 OK 2月 那一樣的方式 把1、2、3月 通通匯入進來 OK 那我們就完成了第一個階段 就是產生資料庫的部分 然後呢 把1、2、3月的資料先匯入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看一下 谢谢大家